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洋新闻频道 我是频道主持人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现在是2021年的1月15日星期五 我们继续来聊一组与中国有关的消息 新的一年也有请新老朋友们继续观看和关注 那么最新的消息就是 美东时间1月15日的凌晨1点钟左右 美国国务院旗下的网站Share America就发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美国下一任总统乔·拜登简介 这篇文章发出来之后 美国驻外国的一些使领馆很快就做了转发 那么Share America是美国国务院阐述 美国对全世界外交政策的一个公共的平台 一个网站 它具体是由美国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机构 国际信息局来做管理的 那么现在这篇文章发出来 而且是八个语种 就意味着美国国务院首次正式就确认 或者说承认了下一任总统就是乔·拜登 文章比较的简短标题刚才提到了 就是美国下一任总统乔·拜登简介 压题的照片大图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图片的说明 是当选总统乔·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 发表胜选讲话 那么时间大概是11月7日 内容方面第一段就特别提到 美国前副总统曾任国会参议员几十年 并以跨党派合作著称的约瑟夫·拜登 将于1月20日宣誓就职 成为第46任总统 那么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 拜登以306张选举团票赢得了总统大选 他在全国获得选名票8100万张 超过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的当选票数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 在最新总统选举中 拜登就击败了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文章还分享了拜登在11月7日的 圣选讲话中的一两句核心内容 同时还特别提到 拜登拥有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核心的框架和内容 可以理解到的 那他当然是经过了国务卿蓬佩奥的一个许可 才能够发出来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几天在推特上 就忙着发推文 俯新追悉对他过往做到的一些事情 进行了回顾 而与此同时呢 美国国务院近期 还有一系列涉及到中国台湾 古巴 也门等国的政策的比较大的调整 分析人士一般认为他这样做 蓬佩奥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 要巩固本届政府的一个政治遗产 并与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 来做一个抗衡或者说牵制 事实上还有一个细节 蓬佩奥是在2020年12月中旬开始 与拜登的布林肯团队进行了见面和交接的 其实那个时候呢 就意味着蓬佩奥已经承认拜登胜选了 那么眼下国务院旗下的 Share America网站刊出的这样的一篇简介 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 国务院内部的交接应该是已经完成 或者说是接近尾声了 在看完蓬佩奥 一般认为是川普总统身边一位很有个性 很有权力 同时呢 在很大程度上 确实对川普总统比较忠诚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的言行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副总统彭斯 1月14日 彭斯就去到了国会 与负责首位的国民警卫军会面 他在会面的时候就再一次强调了 会维护美国的历史 确保政权安全有序的过渡给后任总统拜登 现在不少媒体就提到了 彭斯慎重安排这样的一个现身 就被认为与暴动发生以来 从未到访国会的川普总统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阵仗 一个安排 彭斯也为自己积累了不少的政治资本 当然永远会有川普总统的支持者 认为彭斯是一个叛徒 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位人物 那就是白宫的贸易顾问彼得 纳瓦罗 为什么要再稍微谈一下他呢 因为现在在很多群组中都有关于 纳瓦罗的一些帖子 说他还会绝地反击 在收集证据 特别是一些过往的民主运动的人士 还在期待纳瓦罗有这样的一个必其功于一役的表现 那么纳瓦罗是不是真的还这么忙碌呢 现在根据媒体 1月13日一个报道就是说 纳瓦罗就拿了这样的 您现在看到的照片离开了白宫 一般解读就是说 他已经在做搬家 做一个准备了 现在不少网友已经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恶搞 大概是批评纳瓦罗 纳瓦罗此前一直坚称川普总统又赢得了选举 但如今眼下的形势是他在做鸟兽散 纳瓦罗再多说一句 不管美中关系怎么样 其实他的这一本书 如果巴西下雨就买星巴克股票 一直在亚马逊中国在卖着呢 就不知道纳瓦罗有没有板税 能收到多少板税 最后我们再快速地回到民主运动人士 那么这段时间 我就和澳大利亚 纽西兰 美国的一些民运人士做了一些沟通和交流 他们中有一些是出入民运这个行列的 有一些是非常资深 还有一些是领袖级的人物 那么非常巧的 这几位朋友都表达了这样的一个忧虑 那就是民运本来说是门派众多 那么这一次因为围绕着美国的总统大选 又有相当一部分民运的同道 援引的资料全都是右媒右翼媒体 甚至是极右翼媒体 还包括一些宗教媒体 那么这样的民运朋友表达了担心 认为经过这一次的美国总统的大选 民主运动在海外恐怕会进一步的示威 不少可能就追随着宗教媒体宗教机构去了 那么在这里我也请允许我就分享这几位 我尊敬的民主运动人士的看法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世卫茶园团的最新的消息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就提到了 15人的专家团 有13人已经抵达了武汉 在1月14日 还有两名就因为血腥抗体检测 呈新冠的抗体的阳性 就被中方的人士阻拦在了新加坡 不让他们去到中国的武汉 那么到了1月15日 最新的消息就来了 这两名滞留在新加坡的专家中的一名 在完成新的一轮检测之后 血腥抗体的检测就转阴了 他就得到了北京的允许 将很快奔赴到中国来进行查员 那么北京的做法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为很大程度上 是北京在向世界卫生组织示好呢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根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月15日下午的说法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的15名成员中 有一名英国专家 和一名来自卡塔尔的苏丹籍的专家 在新加坡机场转机检测期间 那是1月14日 血腥抗体检测是呈阳性 尽管他们的核酸检测是呈阴性 赵立坚就还特别解释 根据中国的防疫的规定要求 从新加坡出发搭乘航班赴中国的中外级的旅客 要在登机前两天内完成 新冠病毒核酸 以及血清抗体检测 阴性及所谓的双阴性证明 带着这个双阴性证明 再申领绿色健康码 或者带着健康状况声明书 才有可能去到中国 这是对1月14日 两名专家被阻拦在新加坡 他所做的一个说明 事实上中方拦阻两名专家的做法呢 有一些西方媒体表达了猜测 或者说是质疑 那毫无疑问 中国的外交部也是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所以赵立坚又做了一个补充 他就说 出于对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支持 中方就同意对有关专家进行第二轮 血清抗体的检测 结果就显示 英国专家检测为阴性 卡塔尔专家 人为阳性 所以他说呢 中国就已经同意英国专家来华 而且中国将继续同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事宜 来做一个沟通 为双方开展溯源合作 共同来做出努力 以上就是赵立坚的一个最新的说法 可以看出中国方面 是在表示善意 因为根据过往 我们新闻报道中看到的一些案例 在中国一些地方 为了确保所谓的万无一失相关的检测 进行的次数确实是比较多 三次四次五次 恐怕呢都并不少见 当然尽管北京方面释放了这样那样的善意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团的成员也认为 中国方面不会对他们的查员进行任何限制 但是现在的分析倾向于认为这一次的查员 恐怕不会有什么一个确切的结果 第一点专家组成员待的时间太短 一般的说法是待一个月 但是他们隔离就要隔离半个月 剩下的半个月呢 其实恐怕时间上也是不够的 第二点查员工作涉及到非常庞大的一些细节的确认 一些田野的调查 一些面对面的访问 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 所以呢认为一次考察就可以出结论 这样的想法可能是过于乐观了 当然北京方面中国方面到底会做怎么样的一个配合 会不会有相关的限制呢 这个目前未知的因素也太多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所谓的疫苗外交 土耳基总统埃尔多安在1月14日晚就在安卡拉的城市医院 接种了中国北京科兴技术有限公司的疫苗 新冠疫苗叫做科尔来福 那么这个是继1月13日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接种中国科兴的这样同一款疫苗之后 又一位国家元首接种中国的疫苗 那么虽然中国的疫苗它的这个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方面 在西方媒体看来呢 存在着一些隐患有一些顾虑 特别是有效性 因为巴西1月12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科兴的疫苗的整体有效率是50.4% 但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顾虑 就目前情况来说呢 确实还是有多个国家和地区 已经批准中国的新冠疫苗注册上市 或者是紧急使用 而且和中国达成了疫苗采购协议的国家和地区 也还确实是已经有了一些 所以用中国媒体的话来说 中国新冠疫苗的研发工作是跑出了所谓的加速度 其实换一个说法 就是中国的所谓的疫苗外交 在中国看来是已经走出了非常成功的这样的第一步 那么现在我做了一些汇总 除了刚才提到的土耳其总统 印尼总统之外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1月13日晚上 也对中国的疫苗进行了一个评价 就向菲律宾人来传达了对中国疫苗的信心 那么我做了一个汇总 现在主要是这两款疫苗卖到国外是比较多的 菲律宾,马来西亚,巴西,泰国,秘鲁,乌克兰用的是科兴的疫苗 那么塞内加尔,埃及,巴林,阿联酋,巴基斯坦用的是国药的灭活疫苗 阿尔及利亚也会进口中国的疫苗 但是现在具体的品牌还不明确 当然不少国家也会同时从别的国家来进口疫苗 也就是所谓的几条腿走路 那么最后再做一个比照和中国关系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国家 至少是形式上 俄罗斯,古巴,越南用的主要是他们各自国家的国产疫苗 那么朝鲜呢,朝鲜用的是俄罗斯的疫苗 尼泊尔用的是印度的疫苗 所以综合来看,在习近平治下 那么将会毫无疑问会进一步加快推进所谓的疫苗外交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洋新闻 我是频道主持人,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再一次就渴望得到朋友们的评论,订阅,点赞和转发 如果您行有余力,也欢迎来对我进行打赏 特别是现在油管的一些广告政策有变化 所以呢,就期待朋友们的更多的支持 谢谢朋友们的理解,让我们下期见